伊莎貝拉 我們在銷售老闆時說是喜劇 我一輩子都沒有做過一件 我不想做的事 你現在拍空手道 感覺上好像跟大家在打電影 主要是跟我自己打電影 杜汶澤的創作沒有停過 由自己做演員的創作 做節目主持人的創作 現在做監製導演 有自己的電影公司 創作有一件事都很特別 例如你第一套監製的就不是喜劇 其實大家覺得你這麼開心 你這麼好笑 不是 伊莎貝拉 我們在銷售老闆時說是喜劇 我和導演和扒祥坐在房間 老闆拿著雪卡這麼大 然後我們是說甚麼 說有個女兒 就不見了一隻狗 老闆是警察 用無間道的方式 幫他追查狗的下落 你說老闆好笑 這樣好笑 好看 然後就哄了老闆 拿了幾百萬拍 好奇 那是別人的錢 分數分才拍 到自己的電影公司 大家都會覺得 你只要拍一套喜劇 大家就會走進去看 但是到拍空手道 你不拍喜劇的原因是甚麼 我想拍這部 我自己 這個也是 剛才我說的 拿著雪卡那個人說的 我是林健樂的 阿澤 你做的事情 你自己很喜歡做 才會做得好 我一輩子都沒有做過一件 我不想做的事情 哈哈哈哈 我看著他 我很冷靜 雖然我爸爸不是林伯恩 但我為甚麼 你很喜歡 是 但我可以是林伯恩 很簡單 你現在身形這麼漂亮 很瘦 很多肌肉 你肯定會跟所有人說 是說你有工作的需要 當然不是 XXX XX XX 你肯定是自己喜歡 哈哈哈哈 你覺得這樣很漂亮 然後就賴無線 逼你去拍打拳的表演 當然不是 那個是這麼巧 是嗎 要這樣 那我為何要操 其實你自己根本很喜歡 這是遠恩 和近恩的分別 不是 那個遠得好像是遠得遮掩 不是 他在遠近 是嗎 你根本就是喜歡 有些事情是想做的 你為何不做 又沒有傷害人 是嗎 那會不會拍戲劇呢 我覺得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因為是一個商業的活動 就算他的票房是怎樣 他的口碑是怎樣也好 他總要有一個人肯付錢 他這件事才會成事 正如你所說 我老爸不是林伯恩 是很關鍵的 所以在開空手道之前 我有問過 即是給錢的人 他真的握著我的手 跟我說 他很大力的 他說你 票房一時 你喜歡拍甚麼 你就拍吧 別人這樣說 你為何違背老闆的意願 那你就去拍 那你就去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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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拍 你喜歡的東西 那你就不拍吧 其實很簡單 不用說到導演很厲害 世界會告訴你 你可以做些甚麼 你現在拍空手道 感覺上 你好像在跟大家打電影 是告訴大家 是要繼續向前 我覺得那個電影 主要是用來和我自己打電影 我根本沒有理過觀眾 經過這一套之後 你的心情 他幫你打電影 心情拍下一套是甚麼 首先 先搞網站 不賺點錢 你不要有搞笑 我看到林日希上市 心美大約九千多萬 如果你是這樣想 你不會拍空手道 你會拍喜劇 不是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是需要有些 我覺得需要有些經營 怎樣可以做一些東西 去維持到電影公司 一種 都要有些方法才行 坦白一點 就是你開一部喜劇 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要有一個很好的喜劇編劇 要有很多對手 很生性才行 拍攝劇編劇 是不難找的 你做戲聰明的人 但搞笑的人 真是萬中無一 但反過來 如果你是自己一個人 我可以自己控制的東西 我們只是做電台 你張開嘴巴就能說 做了這麼多集 很清楚杜汶澤的性格 他本身的人生活當中 都是希望開心 他經常都想搞笑 但他又有些東西說 所以他有時為了搞笑 他說了些東西 但那些東西又未必是他 真的這樣想的 因為感情那麼複雜 就算讓你得到全本 也沒有用 你跟著他想搞笑 哈哈哈哈 不過有一樣東西想知道 就是杜汶澤 希望自己的搜尋 杜汶澤後面 究竟是跟甚麼呢 J 兩個杜汶澤 周伯通過杜汶澤 寫了J 寫了我之外 杜汶澤兩個自己 真的沒有想到 除了J真的沒有想到 有的 我想到了 如果你看到他寫出來都是笑 他還未讓你看到他想事的杜汶澤 杜汶澤健身 真的 看看肌肉 你看看 嘩 手 嘩 太大了 杜汶澤 思考那一面 大家可以在他的戲中看到 是健身的 一定是 誰知一打健身就打了狐力龜 哈哈哈哈 給我一點掙扎 給我一點掙扎 YAHOO HOO